十七年前 男子当劫遇害 嫌疑人却与他素不相识 单个小时强救之后 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 匪夷所思的行为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 意想不到的内情 嫌疑人彭某的铜像 死者的时候 他没人是看到的 异常狡猾的嫌疑人 该如何将他抓捕归案 就只在眼前 看不到抓不到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致命的误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对于一些突然降临的 意想不到的灾难 祸患 我们经常说那是 飞来横祸 我们今天要说的 就是这么一件事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好端端的走在大马路上 却莫名其妙的 遭人加害 而根据警方调查 嫌疑人跟被害者之间 素不相识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瓜葛 这就奇怪了 两个陌生人 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是偶发的意外 还是中间有什么隐情啊 事情是发生在18年前 2003年的一个傍晚 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公安局 接到群众报警 说在当地一个村里 发生了命案 楼塔城楼一村 有人死掉了 警察马上就来到了事发地 他们看到在一条马路上 果然有一名年轻男子 倒在地上 被捅了之后 已经倒在地上 到处就一倒是 痛在胸部之边 由于主要的是胸口受伤 当时那男子一脸痛苦的样子 呼吸也很微弱 衣服都已经进来了 生命特征已经非常的微弱了 警察马上就联系了120救护车 把伤者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进行救治 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男子还是抢救无效死亡了 对于警方来说 这项案情就严重了 大庭广众之下 当街发生命案 他们也很震惊 迅速就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了调查 那凶手究竟是谁 跟被害人之间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要夺走他人的性命 可是接下来的调查 却让他们深感疑惑 怎么呢 警方首先调查到 被害男子叫阿龙 贵州人 是来杭州萧山打工的 而通过调查 警方也很快就锁定了 凶手的身份 是个姓彭的男子 湖南龙山县人 两个人并不是 同一个地方的人 而且种种调查显示 他们之前并不认识 这个彭某是几天前 才来到杭州萧山的 他怎么就会跟阿龙起冲突 毕竟杀害了他呢 不过这时候 警方意外得知 这个事情啊 似乎跟彭某的妹妹有关 据说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 彭某的妹妹就在现场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彭某的妹妹 然而事发之后呢 他也处在镇静了 当被问起事情的发生啊 他更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 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会变成这样了 但是据他说呢 事情的起因呢 的确是跟他有关 彭某妹妹说呢 是这样的 他一直也是在杭州萧山打工的 打工期间呢 他认识了个姓胡的男子 两个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可是哥哥彭某听说之后啊 死活都不同意 因为这个妹妹啊 在老家当时已经订婚了 其次那么这个男友为贵州松桃人 如果妹妹嫁到贵州 那么与彭某的这个户籍地啊 就是湖南龙山老家是非常远的 那么结合这两种原因 那么彭某是极力反对 这桩感情的 彭某的妹妹说呢 为了阻止他和胡某在一起 哥哥彭某呢 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最后呢 还专门坐车从打工的地方 也就是广东的汕头 冲到杭州萧山来找他 一见面俩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双方呢 一开始可能就是言语上的这个争吵争论啊 她妹妹也是知道她哥哥这种性格的 也跟她男友说 我哥哥过来了 那么这几天呢 我们两个就稍微避开一点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 千朵万朵还是没躲到 他哥哥彭某居然在他下班的路上 等着他呢 彭某反正知道 那个妹妹从家里到上班 就这么一条路径 那么他就在路上这么等着 那么就是说 妹妹他上班 他就在后面跟着 那么有一个男子 就是妹妹骑到一班自行车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男子 坐到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屁股上面去 看到这一幕呢 彭某立马就冲上去了 他有家伙 终于让我逮着个现场啊 把他们拦下 他就问这个人是谁 那么妹妹就说 这个是男朋友 你们不要打架 可当时彭某一听 坐妹妹自行车上的男子 就是胡某 妹妹的男朋友 他就更激动了 双方差点打起来 最后呢 还是在彭某妹妹的 极力劝阻之下 才把两个人拉开 彭某就气鼓鼓的走了 彭某妹妹说呢 那天之后他也害怕 以他对哥哥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 说不定还会找胡某的麻烦 所以他一再叮嘱胡某 这一段时间可千万不要再出现在这条路上了 也不要跟他同时出现 可谁知道第二天的下班回家的路上啊 居然看到了匪夷所思的意义 哥哥呢 正在跟另外一名他完全不认识的男子 发生争吵 他当时肯定的第一想法就是 他肯定是去找他男朋友 于是他说 哎 哥哥 这个不是胡某 您认错人了 彭某妹妹说 当时他觉得很奇怪 赶紧就上去了 试图拉开哥哥 并且跟他解释说 这人不是胡某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哥哥彭某 就完全不听他呢 继续跟那名男子争吵 还打起来了 接着就发生了那样的悲剧 之后呢 他就趁着混乱逃走了 所以事发之后 彭某妹妹也傻眼了 他完全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哥哥怎么会跟这个陌生男子 发生冲突呢 他要找的不是胡某吗 而且前一天明明就见过他呀 怎么也不可能认错呀 哎 是啊 彭某的行为的确让人疑惑 他知道他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人吗 还是说这其中另有原因呢 可能他跟阿龙之间也有矛盾吗 哎 看来只有找到彭某 才能找到答案 本来呢 警方觉得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 毕竟彭某有名有姓 身份清楚 而且案发的时候是傍晚 正是下班的高峰期 有很多人都目睹了彭某逃跑的方向 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追捕呢 却很不顺利 当时据目击者的描述 事发之后呢 彭某在当地一个山上逃乱 警方呢 派了大批的警力搜了整整一天一夜 却毫无收获 之后呢 去了他的老家 湖南的龙山县 以及打工的地方 广东汕通 总之能去的地方都去找了 但全都没发现 彭某逃的是无影无踪 更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之后呢 他们找彭某居然找了17年之久 为什么呢 包伟强就是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 据他说呀 彭某跟别的逃犯都不一样 狡猾无比 他曾经有三次机会 而且这机会就在眼前 可是最后还是让彭某逃脱了 第一次是在2006年 案发三天之后 警方得到消息 他们寻觅已久的彭某出现了 第一次应该是在福建福州那边 那时我们得到消息 犯罪嫌疑彭某跟他老婆 应该在福州那边打工 当时得到消息 包伟强很激动 马上就赶到了福州 谁知道一去那儿 彭某却闻风而逃了 不过这一次 虽然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彭某抓获 但是警方却掌握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我确认他们两夫妻确实到我这里生了第二个小孩 第二个儿子 第一个是女儿 看来彭某确实是在这待过 而且是脱家带口 和妻子孩子在一起 包伟强就想了 那是不是可以从彭某的妻子这里入手呢 是啊 彭某本人很警觉 但是他的妻子并不在警方抓捕视线范围之内 他应该不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夫妻俩在一起生活的这条线索 所以或许他不会向彭某那么警觉 如果能查到他的下落 彭某的下落也就不言自明了呀 但是这一查又是三年 2009年的一天 包伟强突然得到消息 得到这个线索 包伟强立即行动 赶赴江苏的无锡 彭某夫妻俩的落脚点 可谁知道一去居然又扑了个空 当时他比较警觉吧 几个陌生人进来之后 我们就等了几天 他就没来工作责参 估计他可能知道我们消息警方到来之后 他就又跑了 又让他跑了 包伟强那叫一个郁闷 所以说这彭某啊 就是只狡猾的狐狸 非常的不好对付 然而这样的情况啊 还没完 又是三年过后 2012年 包伟强又一次接到消息 彭某出现在了广东汕图的某个村子里面 他们立即又赶了过去 可是一去呢 发现情况啊 再一次让他们失望了 12年我到广东汕图 就知道他在这个村里 但是限于当时因为03年到12年已经长达9年了嘛 当时他的近期照片都没有 那么那边外地人打工 也是比较多有志愿的赞助人口 我们一直也找不到 就只在眼前 看不到 找不到 明明知道猎物就在这个村子里头 却逮不着他 你说包伟强气不气 最后他们只能再一次空手而归 三次追捕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对销商警方来讲呢 这是个不小的挫败 一直到了第四次 也就是2020年 康庄公安多次公开通缉 悬赏命案载逃人员 彭某的名字赫然其中 这就让包伟强呢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觉得彭某这次肯定藏不住了 那他最可能逃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当时猜测的心理是 如果这个悬赏通告一发出 他可能在基本上很大地方 他都就无法去工作生活了 那么他只有可能回到老家 回到他一个最熟悉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成立专案组之后 先赴老家 那么去前期做了下摩派工作 之前说过 彭某的家是在湖南的龙山 那是一个位于湖南省西北角的边陲小县城 而且彭某的老家呢 还在更边远的一个镇上 那儿呢地势复杂 交通闭色 无疑给摩派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进这个镇上就要翻过一座山 到这个山澳里面他在 那么相对封闭啊 他们比较 提出这个可能 外来里面一进去之后 他就知道了 你是外地来的 那么不便 不方便抓捕 于是为了尽快确定嫌疑人彭某的下落 侦察员呢想了个办法 跟着当地一个派所的冒充扶贫干部去 说是那个审理来检查这个扶贫工作 他刚好有这个工作嘛 我们这样进去摩派清除了 这个办法果然管用 村民们没有察觉出异样 很快 这就有人向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 经过摩派之后 就是 其中有一个人反映到 就是个彭某 他回到老家 有只吃夜宵看到过来吃 彭某真的在老家 得知了这个消息呢 包围墙很激动 但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彭某太狡猾了 之前三次抓捕行动 都被他提前察觉 所以这次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决定呢 先继续暗容调查 一方面呢 对彭某可能藏身的几个点 一一进行摸牌 另外一方面 对彭某的行动轨迹 展开了大量的视频追踪 必须得百分百确定他 真在这里 在经过海量的视频侦查之后 警方真的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做了伪装 戴了帽子 这种口罩 因为他老婆跟他母亲在 应该作为儿子应该是在场 考虑就是犯罪嫌疑 太好了 这回看见王大陶啊 很快 他们就锁定了三个彭某可能藏身的地点 彭某自个的家 当地一座山上的一处废弃老屋 以及县城里的一个亲戚家 彭某会藏在哪呢 经过分析 警方不免有一点担忧了 因为他们认为彭某藏身于山上那间废弃老屋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那个地方嘛 抓不起来非常不方便 一不小心说不定又会让他给跑了 上山顶上只有去护人家 都只有七八护人家 上山只有一条路 开车上去要半个小时 他在山上就看到山脚下有人上去了 那么他只要退一步就是后面茫茫的乌龙山 我们去几百个人都不一定会得冲这个地方 这个彭某还真的是心思缜密 选择了这么个一手难攻的地方藏身 这对警方来说呢 就是个死局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才能破局呢 就在警方感到无比为难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 终于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将写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彭某非常狡猾 17年之后 虽然警方再次发现了他的踪迹 但是他藏在老家的一座山上 警方只要一上去就会被他发现 他就会趁机逃脱 怎么办呢 就在警察感到无比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另外一条重要线索 他老婆可能身体又不好 回来 要回老家 他很治病 那么还有他妹妹 犯罪嫌疑人的妹妹 也一起要回老家 那么我们考虑到 亲切的老婆回老家 这个犯罪嫌疑人 可能要下山与他们相聚 那么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节点 彭某要下山了 这对于警察来说简直就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意味着他们不用上山抓人了 只要在山下等彭某 这就好办多了 八卫强迅速做出部署 安排一路侦察员的乔装打扮 暗中跟着嫌疑人的妻子和妹妹 只要彭某一和咱们见面 马上给他们拿下 而另外一路侦察员呢 则在彭某家附近进行蹲守 只要彭某出现 他也插翅难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七八天的坚苦蹲守之后 在彭某家里 他们终于等到了他的出现 通过基本上七八天的蹲守 他终于就是因为这个 没有生活来源了 一个人偷偷摸摸回家 进入家中的时候 正好被我们这个侦察员发现 我们跟到他家里之后 当地警方组织了五六岁人 配合我们 把整座房子围组之后 进行抓捕 正屋里我们没碰到 在正屋后面这个血压屋里 发现犯罪嫌疑人彭某 他们抓住 至此逃亡了17年的彭某 终于被萧山警方抓获归归案了 彭某到案了 那当年的案情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究竟为什么要加害无辜的阿龙 面对审讯呢 说起17年前的那个傍晚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彭某 那是满心的悔恨和懊恼 接下来他的交代就出人意料了 据他说呀 他之所以会加害阿龙呢 纯粹就是个误会 彭某说情况正如妹妹所说的 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 他不同意妹妹跟胡某在一块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霸道 毕竟妹妹是成年人 有自由选择感情的权利 他为什么要那么横加干涉呢 说到这个呢 彭某叹了狗气 说大家不知道 这跟他们特殊的家庭情况有关 原来彭某呢 其实是个身世比较苦的人 八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之后呢母亲也赶嫁了 爷爷奶奶也不管他们 作为家里的老大 他很小就出去打工 雇弟弟妹妹上学 用自个儿的力量保护弟弟妹妹 长胸如父 所以对妹妹的事情 彭某特别关心 他不希望妹妹嫁得那么远 再说那个时候妹妹已经订婚了 再跟别人好 这说出去不好听 最关键的是 他还听说 其实那胡某对妹妹根本就不好 还有这个男朋友 他得到需要现在 对他妹妹也不是很好 经常打他妹妹 这一下彭某当时就很恼火了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 让他跟妹妹在一块呢 他必须得阻止 于是呢就专门跑到杭州 非把他们俩拆散了不可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 就碰到他们俩在一起 生气呀 谁知道这胡某也很冲 差点跟他打起来 还好妹妹拦着 可是回去之后 他是越想越气愤 之前就觉得这胡某不是个善茬 这次见了胡某 更是没有好印象了 妹妹绝对不能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决定要教训一下 这个姓胡的 让对方知道一下他的厉害 说不定呢就会离开妹妹 但是这个胡某啊 人长得又高又壮 论打架 自个儿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呢 彭某就悄悄地随身带了把小刀 不过据彭某说 当时他的想法 直接吓唬吓唬胡某 给自个儿壮壮胆 他并没有真的想加害于他 于是第二天呢 他又潜伏在妹妹上下班的这个路上 半晚时分 昏暗的光线下 他突然眼前一亮 好像看到胡某了 六点钟左右 天色也已经有点暗了 那么他从 在路上看到有两个男子 经过 他看到那个背影 非常像 前一天看到的那个男友胡某的背影 于是就上去去制作他 当时彭某以为那个人就是胡某 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 对方很无语 也很生气的样子 其实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胡某 而是阿龙 只是因为身材相似 被彭某误认了 阿龙当时尹延青 面对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男子 不分青红皂白的 对自己大吼大叫 他当然也很火大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彭某的妹妹也来了 他一边拼命地拉开哥哥 一边跟他说 这人不是胡某 你找错人了 但是当时彭某已经气得失去理智了 他觉得妹妹就是哐他 胡某之前我见过 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 你这不是明显的 此地无印三百两个 就是想袒护他吗 就这样 他和阿龙就扭打在一块了 这时候意外的一幕发生 他随着一样 我就用刀就吃了锅中了 吃了锅中我就跑 直到看着阿龙倒在血泊当中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彭某 瞬间冷静下来了 他意识到自个发了大事 也是直到这时候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 妹妹没有骗他 这人真的不是胡某 他杀错人了 那一刻他觉得天都塌了 慌乱无比的他选择了逃跑 并且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彭某说他自己都记不清楚 这17年奔走辗转了多少的城市 虽然几次侥幸躲过了警方的抓捕 但是他没有一夜能够安生睡觉 没有一天过的不痛苦 也是惊恶度日满心 非常地看到他出来的事 能过一个三天 晚上也是一个同校的休息 就是12点一年 坚持不住大就睡一睡一睡 几个小时 是啊 彭某经常满脑子都是当年事发时候的情景 你说哪能睡得着啊 而美美想起当初的事情 他都觉得荒唐又可笑 自个居然误刷了一个完全无辜的人 同时也彻底毁掉了自个儿的人生 有时候甚至觉得老天都是在故意捉弄他 做到这件事 我现在就在有时候想的时候 那死的心里 我这一辈子真的就 什么事都没有干 干不了 就给我生下来搞 家里 什么事都没有 就有时候想就死的心里 就感觉我这一辈子 在这一世上好像是多了 最后彭某说呀 对于被害人阿龙啊 他觉得很愧疚 对方跟自个儿无冤无仇 甚至连他是谁都无了 就被他夺走了生命 是他的一时冲动毁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悲剧的发生 就是由于一时的冲动 所以任何时候保持理智很重要 不是有句话吗 冲动是一副手铐 也是一副脚铐 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 冲动一下 虽然一时结了气 但是最后都是无尽的悔恨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露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获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建议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下载手机建议台下载手机建议台客户端